Hello大家好,这里是萌新人火龙果,我是果妈 我们的老粉肯定都知道 我带着火龙果呢,也辗转搬过几次家 从租房到买房,还不算父母这边的 我们就住过三个家了 刚开始我们租了一个那种50平的大开间改的一室一厅 后来租了一套85平的两室一厅 到现在终于买了我们自己的145平的四季室 我们是15年9月份养的火龙果 当时他才这么一点点 我和果爸呢,才结婚不久 租了一个上班特别方便的房子 那房子离他公司只有300米 我自己呢,是一下楼就是学校的班车 我们买了一个小桌子 地上放了个懒人沙发就来办公了 房东给我们配了一个很小的沙发和茶几 我们就窝在上面吃饭 记得火龙果刚到我们家第一天的时候 本来是住客厅的 结果他半夜就使劲挠那个玻璃格档的门 从此呢,这个小年人包就一直住在我们房间了 那时候呢,果爸上班5分钟就走到了 所以他每天早上会起来给我做早饭 天天呢,都换着花样 我同事就特别羡慕 当时我下班早就有时候会牵着火龙果 去他公司楼下接他 刚开始火龙果连那个台阶都不敢下 特别的呆萌 有时候呢,我们俩还会牵着他去小区里溜一溜 或者是走到不远的地方有个城中村 会去那吃点小吃或者买菜回家做饭 那房子呢,我们住了一年 虽然它很小,但是生活也有滋有味的 住了一年呢,果爸辞职我们也搬家了 因为觉得那个地方有点太小了 后来搬了一个两室一厅 在那呢,一住就是四年 当然我们只让房东配了空调洗衣机 这种带不走的东西 其他比如说沙发,床,茶几等等 都是我们自己去买,自己去挑的 记得那会儿西安刚开了宜家 我们就特别激动 经常去那买东西 我们都觉得房子虽然是租的 但生活是自己的 并且我俩都是吃火,特别爱吃 就总是变着花样研究怎么做饭 结果这几年下来,果爸长了四十斤 我长了十几斤 这可能就是幸福肥吧 后来呢,我俩开始做自媒体 就拍视频,剪节目 还从网上呢,买了一个很大的L型办公桌 结果我俩工作起来都够了 哄龙果在这呢,还生下了果皮儿和果粒儿 两个小狗仔,也当妈妈了 我们呢,有了越来越多粉丝 也变得越来越忙 给他们拍过很多有意思的视频 还搭建了一个猛宠幼儿园 给这几个小家伙上课,做游戏等等 我们那个小区环境很好 就每天他们最开心的就是下楼遛狗 走一大圈呢,就是半个多小时 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疫情 就我们经常会带着他们去我们对面 有个大学里面跑步 那操场可大了 他们撒起花来特别的高兴 四年住下来呢,东西越来越多 房子越来越满 感觉一天天过得很快 但是生活特别的充实 后来我们终于买自己的房子啦 真的是超级的开心 火龙果陪着我们从设计开始就全程参与 把我们的精装房拆成了毛坯 走水电,坯墙,吊顶 果爸我俩还自己拆了木地板 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 到后来全屋定制 大夏天的十几天盯着装柜子 就感觉装修真的是太麻烦了 很累很累很累 但是呢,看着房子一点一点变成 自己喜欢的样子就特别的满足 我们之前拍了一期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这一期 可以一起好好参观参观我们的新家 我们有了一个很大的客厅和工作间 有了特别特别喜欢的餐厅和导台 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厨房 有超级超级多的收纳空间 我们的房间装了两排很大很大的柜子 我心心念念的浴缸 还给狗狗们呢 也准备了很多细节的地方 有他们的大阳台 小狗门 大衣柜 衣帽间 专属的小沙发 专门的饮食喝水区 火龙果这个衣柜特别特别大 很多女生都羡慕 说自己活得不如狗 搬家住进去呢 真是幸福感满满 去年呢 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小宝宝 没想到的是一次来俩 我们原本设计的儿童房就不够住了 不过呢 他俩现在还小 等住还得好几年呢 就想着回头再去改造 现在我们家是铺了爬爬垫 装了围栏 就很多空间都给小彩虹和小云朵用了 就感觉新房子变了样 不过很多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呢 可能都是这样 就像这段时间呢 我们住在我爸妈这儿 他们这套房子呢 有160多平 这个客厅呢 也是很大 结果这一大片地方 全都铺了这个宝宝的爬爬垫 变成他俩的活动区了 这几个狗狗呢 就总喜欢趴在沙发上 或者围栏边去看小宝宝 总想着他们扔出一个玩具啊 或者扔出一个零食给他们吃 小狗狗和小孩子在一起 也是看着特别的萌 可能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都会住进不同的房子 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房子的大小呀 位置呀 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和工作的效率 但更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和谁在一起 我们是否呢 会为了我们共同的 更好的生活而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 我是国妈 很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和关注 我们会带着小狗狗 小宝宝一起幸福的生活下期 关注我 跟我一起快乐的养狗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